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狂進院 今天是2024年4月22日 星期一 也是禁交走送 不再用交餐具的第一天 據報市面的情況如何 有些人頗論盡 說今天是第一天 於是有些打工吃外賣的時間 如果沒有自攜餐具 就可能要用紙叉紙刀 情況如何 跟各位一起說 另邊商 王家和 說禁交的情況 食股增加了成本 而成本又或是會轉介給消費者 接下來會不會加價 跟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業 說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黃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 先看看你的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網上有影片封存 話說有個港女用紙做的餐一刺就爛了 結果吃不到腸仔 感到崩潰 慘慘了 餐飲業 撿了一顆都未可以環保 報導幾內文提到 話說首階段管制即 汽膠餐具及其他塑膠產品的法例 在今日4月22日開始實施 網上流傳影片 見到有位港女喊了一個外賣的腸仔公仔麵 用餐廳提供的紙叉 結果紙叉一刺就變形 完全是沒辦法刺入那條腸仔的 令到港女崩潰大身 就說這樣搞法 餐飲業 撿了一顆都未可以環保 影片引來網友熱烈討論 驚雅表示 吃過早餐麵也弄得這麼慘 為何呢 亦都說 吃一頓飯 好像被人玩似的 不過亦有網民認為 要給時間適應日 就說紙叉具也要用一段時間才知質素 大家適應一下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不知道各位網友開始轉用紙叉具了嗎 若然沒有自攜餐具也沒辦法 於是叫外賣的時間 也有機會用到餐廳提供的環保餐具 不過各大餐廳看來也要了解一下 自己買入的環保餐具究竟合不合用 就像紙叉子做的刀 近期風評都認真麻麻 這位港女今天喊了個腸仔公仔麵 結果刺都刺不入 看來相當淪盡 另外亦都說說業界的情況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王家和就說 只約莫三成的食肆 已經轉用了環保的積氣餐具 成本或者會轉介給消費者 長遠應該要習慣自己帶餐具 報導的內容提到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王家和 在今早上電台節目表示 現在18000間食肆當中 有約莫三成已經改用環保積氣餐具 尤其是大型連鎖餐廳 不過不少的中小型餐廳 就因爲成本問題暫時未有採用 但相信當稍後日課量增加 環保餐具的價格亦會相應下降 王家和就說 目前有64間供應商可以幫食市供應環保餐具 涵蓋超過730種餐具 相信各類餐具都可以找到替代品 市民無需擔心 他就說目前粥和有機纖維 或者木製的餐具價錢差距較大 整體比塑膠餐具貴 他舉例 指相比匯資成本1毫子的塑膠飲館 指飲館匯資貴多少錢 貴了約莫三成 但足掣飲館成本高達匯資2毫子至3毫子 面對成本增加 王家和認為部分餐廳或者索性不提供 即棄餐具 或者將相關成本轉介給消費者 另外收1至2元 他呼籲市民長遠來說應該要習慣自備餐具 相信6個月的適應期沒問題 適應期過後環保餐具供應商入貨量會增加 到時環保餐具價格或者會進一步下降 升到頭條的記者及後在內地網購平台發現 一些聲稱較為硬身 不容易溶化變臨的倒殼 又或者小物纖維的環保積氣都差池 平均售價都不用2毫子一支 王家和向記者補充 這些聲稱使用環保物料製造的餐具 由於未有採用高端技術 實際上或者又是加入了塑膠成份以增強硬度 因此是不符環保處的規定 但是王家和指科技發展迅速 其實市面上已經無需加膠 透過納米等等的高端科技 能夠做到那個紙張製的餐具 更加硬身不容易變軟 不過成本又是較高 而未有為餐廳所採用 王家和認為市民應該逐漸改變習慣 蕭妍會賜給多一兩元 計算條數不如自己帶餐具 他以膠袋徵費為例子 形容環保政策只是習慣的過程 就說膠袋由不用錢到收五毫子 加到一元 蕭妍有時為了省一元 拿隻手拿著貨品就算了 王家和認為轉身事物必定有過程 認為香港人很有趣 就說每次有新東西 開頭的時間一定有反對聲音 一定會吵下 也說假以時日習慣了之後就沒事 他呼籲市民不如不要鬧 想想怎樣改變習慣更好 形容香港相比其他先進地區 已經又遲又慢 再不做就變成落後城市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王家和說首先成本有機會轉介給消費者 另外也說到 未來越來越多的環保餐具入貨 相關的環保餐具有機會價格下降 不過這個也有機會是半年過後的事 另外淘寶最近有些環保餐具 都是紙張做的 很硬 不過王家和說那些所謂紙餐具 也有機會有膠的成份 結果繞了一個圈又是不環保 所以香港的餐廳未必會採用 當然今天開始是第一天禁交走數 究竟那個運作如何 看看未來幾天就會知道 另外也說本地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香港50歲的男遊客 在南非死亡的 伊利沙伯港潛水的時間 不省人事 報導的內容提到了 央視新聞報導當地時間4月21日早上 一名中國遊客在南非伊利沙伯港潛水過後不省人事 浮出水面過後死亡 經央視記者和中國駐開普敦總領事館確認 在說遇難遊客是香港籍的 報導南非國家海信救援協會 伊利沙伯港發言人說 死者50歲 經搶救過後 但未能夠成功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怨死者安息 據報香港有個50歲的男遊客 是嚇死異鄉的 於南非的伊利沙伯港潛水的時間不省人事 其後閉命 另外亦提到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荃灣淚水廠疑似電線短路起火 消防開喉舊式 危害物質處理車戒備 報導內容提到了 荃灣淚水廠發生火緊急 在今天4月22日早上6時18分 淚水廠內懷疑有電製的電線短路起火 消防接報到場 開動一條喉 派出一隊煙霧隊灌救 33分鐘後將火救息 事件中無人受傷 無需疏散 由於廠內存放氯氣 以及一些特別的有毒化學物質 消防人員進入淚水廠調查時 部份人都要全副保護裝備 以防被化學品佔戶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辛苦消防員 據報今天上午的時間 荃灣淚水廠曾經起火 因為現場有危害物質 結果要全副保護裝備進入現場 幸好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事件亦沒有可疑 另外亦提及這件事故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提及的士在神奇道失控撞到路中大樹 男司機肉血被困 報導幾內文提到 迪士尼對開發生交通意外 在今日4月22日凌晨4時多 有一部沒有再客的的士 沿神奇道前往迪士尼酒店 當洗經一個左彎的時間 疑似因為天雨露或失控撞向路中的大樹 附近的保安員 發現過後報警 消防人員港底現場 將男司機由車內救出 他嘴捕受傷流血 清醒由救護員宋苑至你 攝氏的的士車頭損毀 安全氣袋彈出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又是神奇道 近日就著神奇道附近 發生的車禍都好像特別多 早兩天有位大律師附近 踩單車就遭到旅遊巴士撞倒 後來發現他是三項鐵人的運動員 再到今日凌晨 有的士在這個位置 三項撞路中大樹 我是曠正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